倒霉一词是怎么来的 怎么了 嘟嘟 我脚崴了 真倒霉 别难过了 正好可以休息几天呀 一个人不走运的时候 为什么要叫倒霉呢 古人潮说 晚班皆下体 唯有读书高 因为只有读书才能当官 在明朝 科举考试变得很难 许多学生除了好好学习之外 还要用各种各样提议的方式 求得自己能高中 诶 大儿子 把这盘发钩吃了 吃了你就能发达钩中 小宝贝 天天有头撞这个木桩子 什么时候木桩子撞远了 都是撞远了 最常见的做法就是在家门口竖起一根旗杆 那也叫做门楣 口中的家庭就会把旗杆竖得高高的 引大家来看 哇哦 我大儿子炒上来 真厉害 多亏了这个梅 真管哟 落榜的家里就会把旗杆弄倒 啥玩意儿 一点也不好使 他把这梅弄倒 太丢人了 把梅弄倒的行为就称之为倒霉 哦 读书对我来说可不是什么难事 要是在古代 我家门口至少得收上五根 嘟嘟 牛在天上飞 你在地上吹 后来在使用这个词语的过程中 由于倒霉和倒霉是谐音 并且发霉的霉字也是代表坏运气 于是慢慢的就变成了倒霉 小朋友们 你们学会了吗 学完了知识 让我们来听首儿歌吧 来 接个好儿歌 一只哈巴狗 一只哈巴狗 坐在大门口 眼睛黑悠悠 眼睛黑悠悠 想吃肉骨头 一只哈巴狗 吃完肉骨头 一只哈巴狗 一只哈巴狗 坐在大门口 眼睛黑悠悠 想吃肉骨头 一只哈巴狗 大门口 一只哈巴狗 吃完肉骨头 吃完肉骨头 尾巴摇一摇 向我点点头 最后狗狗终于如愿以偿 吃上了肉骨头 一只哈巴狗 吃完肉骨头 一尾巴摇一摇 向我点点头